今日的依资个股推介是比亚迪1211 《经济日报》投资业话组减选原因是 比亚迪9月份的销量超过20万架 按年升1.8倍 头9个月累计销量大约118万架 按年升大约1.6倍 新能源车销量高增长 市场份额逐步扩大 根据彭博综合预测 比亚迪今年的盈利预料按年升2倍 今后3年盈利年均复合增长率是87.8% 盈利持续高增长 就竞争优势而言 比亚迪在上游晶片、电池和零部件价研发生产 以至中下游整车和销售策略 整条汽车产业链竞争优势都明显 电池方面 以内地动力电池装车量计 9月份比亚迪市占率超过2.2% 仅次于宁德时代的大约4.7% 对比去年年底 两者的差距就由41.8% 大幅缩窄到25.4% 走势上 早前受到股神巴菲特的减持影响 比亚迪股价先过大市进入调整 以昨日收市价187.1%来计算 比起今年的高位333元 调整了4.4% 跌穿中期上升轨 下一个关键支持位 就是今年3月价格低位165元 比现价低近1.2% 单计10月份的表现 比亚迪股价调整3.8% 同期恒指跌了1.1% 表现比大市好 建议等候180元以下分居勤 下一个关键 下一个关键 参与面